川普大厦所在的曼哈顿中城区 不仅是购物区或富豪贵宙云集之地 这里还是当选总统过渡时期的总部 在一楼大厅里 四部金色电梯的对面 就是过渡时期的白宫记者团 负责报道下一任政府的关键幕僚 和可能的内阁成员出入大厦的情况 记者团被一条天鹅绒的绳子隔开 正在等待中 我们长时间的在这里坐着 我们看不到任何人 但不能分神 因为不知道谁会走过来 需要时刻准备认出他们 随时跟上去向他们抛出问题 这里没有提前预告 大理石内饰 奢华的节日装饰 以及无数的奢侈品商店和餐馆 这里是游客们流泳的热门地点 食物很好吃 服务也非常棒 这座大厦简直是完美 我们很喜欢这里的氛围 这座202米高的奢华的摩天大楼 是由亿万富商变身为当选总统的川普的家 这里也住着电影明星布鲁斯·威利斯 葡萄牙足球明星克里斯迪亚诺·罗纳尔多 以及包括古奇在内的高端企业 现在正值节日购物季 川普大厦附近的零售商们 担心在这里住着当选总统会影响生意 我们的问题是客流被严重限制了 据我和零售商们的讨论 我们谈到仅仅是圣诞季就会损失数千万美元 纽约市长坚持说 他主要担心的是其他方面的问题 我不认为古奇和范蒂尼 是我生活中的主要关注点 但我会说交通情况存在非常严峻的问题 梅拉尼亚·川普和他十岁的儿子巴伦 到2017年学年结束以前 将会住在川普大厦 这可能是个问题 我们已经承诺为川普大厦提供相当数量的警力 每天24小时不停地转 根据纽约市官员的说法 每天超过100万美元 很多人对此感到不满 但并非所有人 当选总统将在1月入逐椭圆星办公室 除了川普在首都的新家以外 北边的白宫将会继续交由纽约警方 和在曼哈顿的美国特勤局单位负责 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 纽约报道